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創世革命2 我們上一次終於已經用火之後呢 現在先贊助在這個村莊中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鐵器時代了 我們要用一個大龍爐來燒鐵 我們這一般要燒鐵呢 他有點難度他有改變 那我們上次在這邊撿到的這個蜜蜂蜂 蛙 他似乎必須放在這個沼澤地 我們剛好這枕面好像都沼澤地 所以蜜蜂 會自己來嗎 那這邊有這邊裡面有一隻蜜蜂哎 所以我是可以把它抓起來有哎 就決定是你了 可以抓起來耶 再放出來哦 不過他消耗品呢 用掉了 ok 總之我們讓他去踩 他會踩什麼史萊姆嗎 啊神秘的史萊姆蜜蜂 ok 這我們就先放著吧 這邊我先準備好一個盾牌哦這邊 耐力戰鬥哎呦 窗戴就有經驗值哦 ok 我們要去河邊呃 撈一點被挖一點我們的 什麼礫石 還有沙子 我們要做那個哦 鱷魚還在對 我得把鱷魚先解決掉 我們要做那個熔爐的話 大熔爐 我們把它拉過來一點 守衛守衛 救命哦 有沒有守衛在 我這盾牌擋得住嗎 守衛白天好像不會出來 哎呀哎呦 哎呦真的咬人了哇好可怕 哦解決了那一次 他會途徑哎 好危險哦 我們這把水中惡霸給解決掉了 沒事了吧這條河 是一隻可愛的青蛙的 好的 我們來最安心的挖沙子泥土 還有礫石 ok 通常帶走 這邊大概收集了各兩組的礫石跟沙子 這樣我們可以做多少水泥漿 這個兩組 這個用量還蠻大的 我們看一下現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好了 那接下來比較麻煩是這些水泥漿 全部燒成焦黑石 我們現在高爐可以燒會比較快 熔爐的話 有辦法用這個嗎 這個批次熔煉爐 我應該是做不出來 因為這個不用燃料 且也可以自動化 這邊要的扇葉 他這邊全部都變成鐵板 所以我必須先做那個 壓制的這個才行 我的鐵沒那麼多 那應該是沒辦法 好了我們乖乖燒吧 我這要燒很久哦 我剛去撿乾蔗的時候呢 撿到一個蘆蝪的蜂窩 他這個根本就是甘蔗啊 他這個呃 有辦法種嗎種在水邊 你是甘蔗吧 裡面有一隻蘆蝪風 他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踩蘆蝪耶 然後我們這史萊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踩好 真的收得到嗎 嘛 總之我們先把我們的金屬弄好 那我剛去撿的這個要做紙張 因為新版加護模組好像有一些修改 我們今天想拿一本書 我好像沒有皮革哎 這個史萊姆球也可以代替 沒有 我找皮革我找找 哎他這邊的螢火居然可以把腐肉燒成皮革 我的腐肉 好像呃丟掉哈哈哈 我都把它丟了沒想到這邊有用哦 OK 那我們等下打點僵屍拿個腐肉吧 這邊找到僵屍村民哦 不叫我們來腐肉 ok 哦三級1.5的額外傷害 然後遠方哎呦那個好像是 地獄傳送門哎 破碎的我們去拿一下 這個寶箱 哎這個上面的這個高山 還蠻安全的哎怎麼都沒怪 哇 巖漿區 看一下哦 旁邊有水 嘿 黑鑰匙兩個啊位移 金盔甲 然後還有一個爆炸保護保護山 東西還不錯 哎呦那隻骷弓拿的是什麼 附魔棒棒 這個這傢伙看起來不太一樣哎 你是拿不是拿弓箭哎 那是近戰武器嗎 附魔棒棒哎呦他有名字哎 他名字什麼 啊啊啊啊這隻啊什麼什麼 對對對對對 也不是啊哎 太誇張了吧 被打會瞎掉而且不用盾擋 也有事哦 哎呦 有掉特殊的東西哎 你掉了什麼 經驗質疲哎就這樣 不怕經驗質疲顏色怎麼那麼奇怪 我們稍微邊往村莊回去 哎有東西在飛 你什麼 凸鷹嗎 他會攻擊我嗎 應該不會吧 你是哦老鷹呢 好酷哦 哦 他應該是不會打我 ok 真的哎 奇怪這個高山上真的不太會生怪 還是我住這邊 我覺得我不要離村莊太遠 但是我不想住村莊裡面 這個高地是不是還不錯 我這好像有點冷 不過我們這次沒有溫度系統 應該還好哎地又很平 神到那邊撲 好像還不錯哎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住在山上好風景好 那應該沒問題了我們的 做點皮革做點書 傷害我加二的額外傷害 好的那我覺得我們 可能要把東西搬過去了 這邊都燒完了哇 麻煩的是我現在東西有點多 這邊先把我們的腐肉先燒成皮革 然後呢我們的食物 我的背包啊這邊可以收點東西 我們把莓果一開始的這個食物啊 莓果做成沙拉 加砧板啊 這樣就有一個補5.5的寶石柱的水果沙拉 這就比麵包還好 然後也不難做 路上撿到煤果都可以用 ok 這樣我們就好多吃的囉 那我們的書呢 可以來做一個密封的書啊 這也是沒有玩過模組 然後再加水瓶漿根書 這邊有初階演練 密封書的話目前沒有中文化 不過看起來世界上有很多很多 神秘的蜂巢 然後裡面都會有蜜蜂 不過現在不太瞭解他的 收成物要怎麼收 再來是降魂的初階演練啊 這邊有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先學會他這邊 蓋熔爐的方法 哎他現在熔爐這麼小一個哦 哎 以前要蓋很大哎 現在這麼小就可以了嗎 然後現在可以蓋的比較大一點 他可以把各種液體分流出來 新版的話好像 要把這個液體 往外流以前都存在裡面 然後擠一坨的 那在開始我們的降魂模組之前呢 我們先搬家吧 我們先把這些東西搬走 那哇我們直接搬好了 這個我們直接搬過去哦 是會走好慢哦 盒裡面東西好多哦 好懶得拿哦可以啦 我們這樣跳一跳跳一跳 我們搬到山上去住吧 ok 我們辛苦的把箱子搬的過來 這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要住哪邊好了 這邊似乎會結冰這裡有點冷 嗯這個水源可以留著 我們可能要住 稍微移過來一點住這邊 那房子我可能知道在蓋 這邊我現在做一些天可需要的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焦黑融化爐 這個要放在 廚藝槽或是加熱爐上面 再來就是這個焦黑加熱器 我們的固體燃料 我們現在應該是先用這個 另外一種的是焦黑廚藝槽 這應該是用岩漿的版本 一個是用煤炭一個是用岩漿 然後還需要一個觸造盆 這讓液體變成一個磚的東東 然後需要一個焦黑的觸造臺 基礎的東西應該這些吧 焦黑加熱器再加融化爐 旁邊再放這個觸造桌 還有這個觸造盆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還需要這個 讓它流出來的這個嘴嘴 這樣子基本熔煉完成了 然後放煤炭 然後哎這樣我的金屬要怎麼燒 我們現在來燒鐵好了 這邊有三個鐵礦我要丟進去 哇他這邊一次只能燒三個哎 我要怎麼讓他擴大呢 這邊新版本聽課要擴大有點不一樣 首先我們要先用這個焦黑加熱器 先放到這個盆裡 然後裡面呢要灌入四個銅 噔噔噔噔噔噔噔 這樣子他就會變成新的這個控制器了 那這個方式應該可以讓這個擴大嗎 不拉科以示過 等一下我們要把這個拆掉 照我們之前擺法 大概這樣33或2乘2 然後往上疊呢 空間應該都會變大 哦有哎 現在空間就變大了 現在可以裝9格 然後這容量也變大了 那哎這容量 上面這個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那我這邊也準備了輸入口跟輸出口 那之後我們的金屬應該可以從這邊 呃灌進去 然後這邊還有排一口 這樣子可以讓金屬往外流出來 然後流出來之後呢 下面就可以放我們之前的 塑造臺啦 還有塑造盆 這個時候我們看要怎麼擺 不過目前這大臺的金屬 也練乳好像只能用岩漿當作燃料 那目前還是只能先用小臺的 只有這可以用這個煤炭去燒 那目前呢就是 看看能不能做一個鐵鎬 我們今天呢砂板 他這邊不一定要黃金 可以用這個做砂板 然後砂板 加上這個板子 這樣子壓出一個砂的形狀 這該不會是單次消耗吧 然後讓鐵流出來 我們就得到鐵板的啊 是消耗品呢 一開始沒有黃金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得到鐵板 那因為有鐵板 我才可以做出鐵鎬 在這世界中就是這麼麻煩 有了獲得三個鐵板 我們總算很可以做出鐵 等一下哦 這邊的鐵 我拿去做聽課的工具 可能會更加實用哦 這邊我首先需要一個工作站 這個應該跟一般的合成台是一樣的 還需要一個降魂的組裝台 總之都是用這個模板開始製作 然後還有加工台 這邊一系列的這工作台 我們都準備一下 那這邊首先要做的是一個鐵鎬 那我們的材料 基本上都用鐵好了 那我們就有三個部件 鎬頭手柄跟綁定結 在這裡呢可以用一個模板 我們先用石頭 然後綁定結 鎬頭跟手柄這樣子就有了 那這個條再燒回去 我們這個呢先用這個空白的沙膜 然後再把這個壓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就可以使用了 這樣我就有手柄 這樣子我們一次完成之後 得到三個鐵工具 然後最後呢是把他們組裝起來 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鐵鎬 而且他會有一個結石的功用 還可以貫穿啊 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素材 他的能力只會不一樣 這邊就會顯示各種材料 他耐久多少拉 挖掘速度多少 這個非常的詳細 那這個材料也是可以混搭的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鐵器時代了 這初期是可以用骨質的 會比我們開始的碎石更好用 其實這邊一開始也可以用這個組裝 卡直接做出木頭或石頭的工具 那也會有特殊能力 會比原版的還好 所以我們之後呢 可以把它改變一下 這個也是有一個結石 這個結石呢是耐久越少 他挖掘速度越高 那這些工具我大概就先 收著吧 布建箱我們直接放在這個裡面 之後呢要做金屬模具會比較好用 金屬模具的話要黃金 我們黃金還沒有 總之就要找黃金要找巖漿 來做更多的模板 那這邊工具我們也可以做一把武器吧 那因為現在我們的鐵比較少 我們現在練銅吧 哎 今天就能組裝一個銅手斧 他能力是矮人之力 在越深的地方 讓他挖掘速度會越快 哦是我們砍樹都在地表上 所以好像沒那麼適合這個斧頭 不過傷害有8.5 然後挖掘等級跟鐵的是一樣的 會比鐵弱一點應該是會比較慢 不過呢我們現在鐵太少 我們之後再去挖 那這邊存放的一體呢可以直接 為什麼可以流進來 我們的玻璃上面是有洞嗎哈哈 他居然直接流進去哎 好總正神奇上面這個 到底是有玻璃還是沒有 透明的看不到 我走這個存的比較多 那因為這比較麻煩這要手動 那之後我們有這個輸入口 就可以用一個漏斗直接漏進去了吧 所以這之後會比較好做自動化 然後也可以做更多的排一口 這樣之後功能會比較方便 那這邊還有一個樓梯 不想掉進去的話 這邊樓梯可以爬上來 有的爬上來了 因為之後裡面會有一體金屬 那燒的話 掉進去會會受傷的會燙的 那我先把這個演練爐擴大到四層 這樣子他可以燒一大坨 這邊也燒超多的容量是288地 我們之後呢就會瘋狂來燒金屬了 雖然還要再挖 用的鐵礦我們還沒有下礦去挖東西 都是在地表稍微探一下而已 那銅會比較多 因為銅高度比較多 所以已經練了滿滿整桶的銅 都是銅 我們需要更多的鐵還有黃金 那甚至是鑽石 我們也可以挖的 畢竟已經有鐵鎬了 好的那我們這一集呢 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別忘了按下一個喜歡哦 我們下次再會大家拜拜